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 打算加盟一带一路 结果突然受阻 澳大利亚这位总理莫里森 突然间变成了维持会长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熟悉抗战历史的人都知道 在日本占领地区 有一些组织机构 使老百姓挺恨的 比如说真机队 比如说伪军 再比如说有一些 比较忠于日本人的维持会长 当然维持会长中也分类 有些是白皮红心的 有些真是白皮白心的 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到底算什么呢 其实好好想一想 澳大利亚老百姓也是蛮可怜的 毕竟是澳大利亚政府 替美国人率先出手得罪的中国 倒不是每个老百姓都想这么干 毕竟至少维多利亚州的老百姓 和他们的政府 是愿意跟中国一起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共赢 实现互惠一起发财 那么维多利亚州这个政策 说不定就能体现了澳大利亚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但是这个利益 本来是让澳大利亚人能够挣到钱的 偏偏有人出手拦截 谁呢 都知道是美国 美国就告诉了澳大利亚 任何人 包括你澳大利亚在内 敢跟中国一起玩 一带一路 我收拾你 澳大利亚是什么人呢 美国的盟友啊 美国对澳大利亚 如此的出手残忍 毫不客气 你敢跟中国在一起玩 我就收拾你 我就制裁你 这种制裁 根本不是同伴之间应有的态度 简直就是敌我关系 而莫里森呢 不管他是可怜被迫也好 还是积极主动也好 他的表现 就是帮助了美国 在澳大利亚境内 镇压了自己一个州 镇压了自己的老百姓 活脱脱 就是当年日本人管辖下的伪军 针基队 特务队 维持会会长 还是白皮白心那种 他们这帮人是怎么对付老百姓的 怎么对付八路军军属的 再看看澳大利亚这位政府的首脑 莫里森 是怎么对付自己下边一个州的 所以严格来讲 逼着维多利亚州 废除跟中国的贸易协定 算不算澳大利亚的这位总理 莫里森就是个澳奸呢 因为他维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们想想看 美国的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利益 而莫里森干的事情 恰恰也是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而且伤害的是澳大利亚人自己的利益 是伤害了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 自己老百姓的利益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外交作战中 我们在舆论战中 还真的要可以区分对待一下 至少我们对维多利亚州的老百姓 对这个州政府 还是稍微客气一点为好 对普通的澳大利亚人 我们也更加的宽容一些 真正要打击的对象 就是澳大利亚政府的这种 替美国当走狗的心态 如果有朝一日 澳大利亚政府换了人 并且换上一个脑袋比较清醒的人 我想澳大利亚人民 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主人的 不见得一定要听美国人的话 替美国人办事 跟中国一起再重新玩一把一带一路 我们会敞开回报 予以欢迎 好了 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澳大利亚人民将来怎么去选择 一定是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心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